大家好,我是曉光 我要為大家介紹二人吸整治的一個簡報 相對於海盒來說,我是那個熱血宅 我就是會有一台單眼相機掛在脖子上 就算沒有,我也會連續把街道的那種 那為什麼要講二人吸檢的整治簡報 就是延續剛剛我在這個兩個鐘字幕介紹 就是說我去跑完阿公練習一趟回來的那一天晚上 剛好我們家裡面有夜客 就有那個長輩的朋友就跑過來分那個船單 那他們的船單我很好奇就呼籲了一下 他說他們是台南是善法協會 那善要怎麼寫呢? 善就是一個舟 大家會喜歡舟 然後右邊是一個山 法就是主法 奇怪,這聽起來不像是政府單位嘛 那怎麼會來整治二人吸這個地方 那所以他們的故事就是這樣 一開始 二人吸它是一個美麗的 也不算小河啦 但是就是以前它是很美麗的 它就是石 那後來在民國五六十年間 它大概就是有人開始從國外進口那個廢物金進來 台灣 然後就是把這些廢物金做成品以後 取其中的那個貴金書去鑽錢 然後剩下來的那些東西 它就怎麼樣呢? 就整批整批的倒進二人吸裡面 那這樣子造成了一個什麼樣子的後果呢? 對現在有教育 有這個環保教育過的各位來講 大家就知道說 第一個就是整個河川的汙染 那那個時候 我沒有很仔細的把它們 當時他們做完這個簡報的那些照片 再重新翻牌一次 但是我可以就是要 如果你去到他們上法協會這個地方 它這邊左右兩邊 各有就是他們整治的故事 那你就可以看到整個嚴格是怎麼樣 本來是美麗的和友 後來人家倒了廢物金進來 這邊本來好像有廢物金的關鍵字 但是這個太暗了 我也看不太清楚 沒有關係 那經過這個廢物金的汙染以後 這個河蝦魚啊 他們大量的暴斃 那這個漁民的生計 就是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政府他們在幹嘛呢? 政府他們沒幹嘛 你知道我們台灣的特色就是 政府他們沒幹嘛 所有事情都是 就是台灣人民自己給你自利就請 然後他在等到你 他在你自利就自己的時候 他會給你冷嘲樂 然後等到你成功的時候 他會出來跟你喝一杯羹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他們那個時候也就是說 本來申訴無門 就是去跟著反應都沒用 後來終於有人看過去了 組成了這個散法協會以後 然後跑到二人七 開始進行這個成名的工作 那據他們的描述 他們清出來的這個廢五金的這個清運量 好像是大概有數十 數十度 數十度的這個那種量 那再請這個環保局派車輛 然後他們全部都載著 可是二人系的災難不是只有幾次一次 每年這個颱風季節來的時候 大量的從上游沖繩、沖刷架欄下來的這種 像這個時候的木材 對 或者是那個木材什麼的 全部又堆回到這個地方來 那這時候他們要怎麼解決 也是一樣慢慢的整理 可能每年也是以幾十噸幾十噸這樣子的 那個清運量再算 所以後來他們就搞回來這個東西 這種大型的這種吊具 然後可以稍微看到一下 他們這個美麗的海灣 它就是以前這個地方 是這一條額人溪的這個 已經到出海口的部分 它是從高雄的內門發源 然後劉金恩好 在台南高雄的潔定這邊出海 所以南邊是高雄的潔定 那北邊就是算台南 所以比較有心的這個人 就是比較有心的一些政治人物 他有時候會從台南來看看 然後那個是他們的好 我不是 我就先不講那個人 你知道嗎 我不要做政治宣傳 然後呢 它本來是一個屁風港 因為它河道在這邊來的時候有點迂迴 所以船可以在那種大風大浪台風機的時候 進來這邊 可是就是那種垃圾堆心進來以後 就沒有辦法做 後來他們就會有想了一半 不知道有沒有突變 好像沒有 他們就是河道是這樣子 他們就做那種類似像 藍沙壩那種東西 當然是把它做在河水的最表面上面 那如果你們去那邊 他有那個圖片 他就是靠 現在都要靠 就把那些漂浮物先盪起來 然後再做一次性的行動 然後呢 他們有一些很誇張的垃圾 比如說 很誇張的東西 對就是像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美麗的表演 就是在他們後來形成的那個沙洲上面 他們也就是整理出一塊濕地 那這塊濕地現在已經有豐富的生態多樣化 包括一些可以看到的紅樹林 這些橘植物 然後很多種的這個水 這個水養照片 誇張的垃圾 但是誇張的垃圾是什麼 就是那個台灣老公朋友最愛的東西 我有臉大 阿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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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是阿比亞 阿比亞 把那些玻璃罐全部收集起來以後 應該是大部分的有幸運者 這應該不是全部 那就是 留一些量在這邊做一個裝置藝術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裡寫了志工 就是他們後來用它去做出一個戰敗 那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他是 他也不是志工 是他們後來 這個東西整製出一定的成果之後 然後開始這樣子注意到 你們現在這樣做得不錯 然後 哪裡的環保局就來逛逛 哪裡的環保局就來逛逛 像我去的那一天是 屏東縣的 不過他們也不太算是政府單位 他們是民間河岸的選手 然後去那邊逛 當然各地的這個河岸的形成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整治的過程是值得接近 那這個人是後來政府看到他們成績不錯 所以有評選出全國三個唯一的那種生態教室 那一個就是專屬於河岸的生態教室 其中一個就是在他們這邊 那像這樣 這一位人兄 他就是他們後來因為這個生態教室 有許多的業務 有許多的工作需要做 所以他們又請那個勞委會 會成立這個多元就業的方案 就會找一些 比較像中年失業 或是比較沒有一些陌生技能的人 來這邊學習這樣 那他們服務的動作是什麼 學習 那就是他的工作性質 是 帶來參觀 不是 要怎麼講 其實他們工作有很多類 那也有一些是比較粗重的東西 就比如說要撈那些垃圾 那垃圾撈起來也不是說完完全全 就全部都丟到吃飯店 也是要做一些分類 那要整治這塊這個沙 這個叫現在的名字叫施力 要整治這塊施力的話 你也要認識這些動植物 然後想辦法讓這些東西能夠留下來 太快了吧 我現在補充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好 就是 那這塊施力要怎麼留下來 就是 我們知道這個河水會那種泥土 那要怎麼樣讓施力可以留下來 而且要讓這個施力可以長得出質地來 就是你必須要有比較乾淨 相對來說比較乾淨 然後比較有多一點有機質的這些液土 它才辦法造成那個施力 那時候他們是不知道要怎麼動 後來就是那個帶頭的人呢 他就想一個辦法 就剛剛上一張圖片 你看這很多水管 埋在這個土裡面 然後另外一邊延伸到海水 延伸到這個沙洲的另外一邊 那為什麼呢 因為二人鑫是出海口 海水在漲潮的時候 它會有大約8公里的這個長度 是延伸到河道裡面去的 然後呢 海水的比重又比河水重 所以它延伸到河道裡面去的時候 河水會在上面 海水會在下面 所以他們把這個管子接進來以後 漲潮的時候乾淨的海水 就會跟著這個管子這樣接進來 然後等到退潮了以後 海水走了嘛 但是它帶進來的那些有機質 就會留在這個石壁上面 漸漸的就形成了他們 這樣子的一塊石壁 所以這個漁民 是不是大家覺得他很聰明 他們也經過了很多次的試驗 那再簡單讓大家看一下 他們這個生態 這個是一個 它這兩個是同一棵 它是白天會邊 上午的時候是黃色的花 下午的時候是紅色的花 很奇怪 同一棵 然後這是螃蟹的寶 招潮蟹 然後現在去的話有這個 有導覽 他們有一個導覽 然後你可以搭這種大型床 如果有人需要湊子氣 一句話 台灣的西海岸 雖然在印象中 大家沒有像東海岸那麼美麗 但是其實如果你用心去看 它也是一個很大的保護 我常常都在西海岸看不住 看不住 然後希望大家一起來欣賞這個 核安之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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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